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的第四天 加德满都下起大雨 距离加德满都一小时车程的图利凯尔 这里的医院急满伤患 许多伤者因为没有病床 只能够坐在或者躺在地上 来自国际的救援队伍不断涌入 让当地机场难以应付 尼泊尔总理在全国电视演说中 宣布全国进入三天哀悼期 并且承诺将加速救援进展 为所有灾民提供免费医疗 还有重建损毁的历史古迹 之前从尼泊尔加德满都出发 载着74名本地公众和永久居民的 空军首架C130运输机 已经在今天凌晨飞抵 巴亚里巴空军基地 在场的公众见到家属和朋友 安全归来都喜极而泣 另一架载有15人的C130运输机 预计将会在今天较迟时候抵达 我国首架从尼泊尔回返国门的 C130运输机 凌晨12点半降落在 巴亚里巴空军基地 机上的乘客有很多 已经在加德满都机场 苦等超过一夜 空军运输机其实原本希望 能够在星期一抵达加德满都 但是因为机场拥挤 天气恶劣导致抵达时间延误 承望在空军基地的公众 看到家人亲友平安返家 不禁相拥而泣 不安的心情终于散去 心烦了 做不安了 然后我就工作也不顺 不是很集中了 因为我是加德士的嘛 后来得知他是安全了 只是没有办法回来 我们非常担心他 所以有一直在跟他电话联系 所以知道他一切平安的时候 我们就比较放心 只是希望他可以安全快点回来 总理公署部长马上高 也到空军基地 欢迎这些公民和永久居民 回返国门 他透露 向外交部登记前往尼泊尔的 超过200名国人当中 目前还有五人无法联系上 马上高还表示 由于灾情严重 除了之前所捐出的十万元之外 政府还将另外捐出十五万元 给新加坡红十字会 用作地震赈灾用途 从下个月起 您将会收到卫生部寄出的 要求更新家庭资料的通知信 这是为了让当局确认 公众的终身健保保费津贴资格 终身健保计划预计在今年底推出 卫生部将在五月头两个星期 寄出要求公众更新家庭资料的通知信 当中六成的家庭需要在指定日期之内 检查有关他们的资料是否准确 其余四成则不需要这么做 因为他们可能已经在申请一些医疗津贴的时候 更新了他们的家庭资料 那些家庭成员人数有变动的公众 可以通过三个途径进行更改 一是登陆终身健保网站 www.medishieldlife.sg 二是拨打终身健保热线 18002223399 三是前往设在新邮政 一些民众俱乐部 以及国内税务局的服务柜台 在网上检查资料的时候 公众可以用电子政府密码 或者是列在通知信上的编号登陆网站 在网上确认家庭资料之前 公众可以要求更换家庭成员人数 如果不希望卫生部取得自己的财务资料 公众可以要求退出这个更新家庭资料的作业 但是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将不会获得保费津贴 新加坡国立大学成立家庭和人口学研究培训中心 关注人口增长率下跌 国人老龄化等生育婚姻还有健康方面的课题 我国生育率若维持在1.2 不包括外来移民的话 我国人口将从2025年开始陷入萎缩 到了2060年 三分之一的公民将达到65岁或以上 国大在新家庭和人口学研究培训中心的 开幕仪式上公布这个数据 总理公署部长傅海燕表示 眼见我国去年的人口增长率只有1.25 支持国人组织家庭将是接下来我国的重要考量 国大新成立的中心也将研究人口老化 活跃乐龄党课题 并针对亚洲区域的各国政策做对比研究 尽管我国被视为全球最清洁的城市 但是乱抛垃圾的现象依然存在 公共卫生理事会尝试通过一系列的措施 加强国人的公共清洁意识 这其中就包括在来临的星期天展开的全国清洁运动 全国清洁运动的宗旨是告诉国人 保持环境清洁人人有责的重要 理事会强调这是一项持续性活动 借此形成一种社会规范 唤起人们保持公共场所清洁的意识 清洁运动将在圣桃沙、大巴窑和义顺等全岛130个地点展开 其中义顺集选区前年起 每年五一劳动节当天 动员居民一起捡垃圾 我们是希望在五月三号那一天 每一个人能够捡起三件垃圾 那么五百个人捡三件垃圾 那么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把新加坡打造得更清洁、更美丽 预计来临星期天将有八千名国人参与这项活动 面对各国政府的压力 印度尼西亚政府还是处决了八名毒贩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的态度如此坚决 这对于印尼未来的外交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稍后的纸上风云告诉您 欢迎您回到八频道陈光第一线 马上进入纸上风云 来看一看各地爆章都有什么主要新闻 尽管面对国际舆论的压力 印度尼西亚政府还是在今天凌晨处决了八名被判死刑的毒贩 只有一名来自菲律宾的女毒贩 因为案情有新发现而暂时保住性命 这个事件引起了全球媒体的关注 我们首先先来看国际通讯社路透社的报道 印尼政府派出火枪队 在午夜过后对被判处死刑的八名毒贩执行了枪决 这些毒贩当中包括两名澳大利亚人 四名尼日利亚人 一名巴西人 还有一名印尼本地人 巴西政府表示震惊 他们说尽管总统罗塞夫一再以人道主义精神 向印尼提出请求 却是没有收到效果 而这也是印尼三个月之内处决的第二名巴西人 澳洲政府则是召回了驻印尼的大使 以表示对处决两名澳洲籍毒贩的不满 一直以来澳洲政府都态度坚决地公开反对死刑 这也使得印尼政府面对着巨大的外交压力 澳洲的当地媒体悉尼先驱早报的报道就说 澳洲总理阿伯特承认澳洲和印尼之间的关系 因为这起事件而陷入黑暗 评论也分析 澳洲政府以往从来没有因为有公民在外国被判处死刑 而召回外交使节 例如在2005年时一名澳洲毒贩在我国被判处死刑 因此他们这一次的做法可以说是非常罕见 除了澳洲 包括菲律宾法国在内的多个国家 也在印尼政府下令处决之前向他们施压 我们来看德国之声的报道 其实法国 澳洲 欧盟都在最后关头之前曾经发表联合声明 敦促终止处决计划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呼吁印尼政府刀下留人 但是都没能奏效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则是披露 原本被判死刑的毒贩当中还有一名法国人 不过他的律师在最后关头成功向印尼当局提出上诉 因此这一名法国人暂时没有被枪决 法国总统奥朗德此前还威胁 如果这一名法国人被处决 可能会导致法国和印尼断交的严重后果 那么除了国际政要 很多人权机构也向印尼政府请求 能够特赦这些毒贩免除死刑 那么为什么面对这么多的压力 印尼政府还是坚决要执行死刑呢 我们来看印尼雅加达环球报的评论文章 文章就说这其实是为了印尼的最大利益 印尼目前的毒品问题非常严重 每天有至少三十人因为吸毒过量而丧命 但是评论也质疑 总统左科这么坚决地执行死刑 还有一定的政治目的 为的是塑造自己的政治形象 接着呢我们再来关心台湾的食品安全问题 最近呢台湾市又爆出 因为发明盐酥鸡而出名的台湾第一家 居然是将工业原料掺进了盐酥鸡的调味粉里面 生产了大批的有毒调料流入市场 我们来看台湾的官方通讯社中央社的报道 台湾第一家的胡椒粉 椒盐粉等等的调味产品当中 都被发现添加了工业原料碳酸美 当局在扩大调查范围之后 发现了加有毒调料的下油产品增加到16项 当中还包括了其他品牌的调味品 他们已经要求将这些毒调料在5月1号 也就是这个星期五之前必须全部下架 其实台湾第一家呢是台湾的老字号品牌 由于盐酥鸡呢就是他们发明的 因此很多盐酥鸡摊都非常喜欢用他们家的调料 但是现在呢业界估计受害者的范围还会更广 我们来看台湾华世新闻的报道 报道就说呢业界认为有很多的普通民众家里的厨房呢 也有可能会有有毒调料 因为一直到现在为止 这些加了料的调味品还是可以在网上买到 一贯不到50台币 也就是大约两块新元的低廉价格 更是让这些调味品成了很多家庭主妇喜欢用的产品 台湾当局的调查还发现 台湾第一家生产黑心调料已经有八年了 那么长期食用这些有毒调料 调味的食品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台湾联合新闻网的报道就说 在胡椒粉里加入食用的碳酸美 可以防止调料结块潮湿 但是如果加的是工业用的碳酸美 因为工业原料的杂质多 会含有钳 隔 参等重金属 因此呢如果长期食用 会损害肝脏 肾脏 甚至是会导致癌症 那么为什么明知道有危害 商家还是要这么做呢 原因呢就是利益驱使 根据了解工业用的碳酸美价格 和食用碳酸美的价格的差价是四倍 台湾中央社的报道也提到 近来台湾频繁爆出食品安全问题 先是有名的首摇 首摇饮品连锁店 被发现使用的茶叶农药超标 之后呢又有早餐店的食材 被发现动物用药超标 这也使得食安问题 再次成为了关注的焦点 接着来关注股市动态 美国股市起落不一 欧洲股市全面滑落 接下来来看亚洲股市 今早开始之后的情况 通过精心挑选书写的明信片 传递自己的问候 结交世界各地的朋友 广告之后的潮流解码 要带您了解一个明信片交换网站 本地也有不少人在使用它 感谢您锁定发频道 晨光第一线 每个星期三的潮流解码 带您去看最近年轻人的世界 还有网络上都在流行一些什么 您有多长时间没有收到 亲戚朋友寄来的纸质的明信片了 又有多久没有贴邮票盖邮戳 寄出一封铅笔手写的信件了 现在通讯科技可以说是越来越发达 我们早就已经习惯了通过互联网 和别人保持联系 不过最近几年 我身边就有朋友开始偶尔地 离开虚拟网络世界 回归书信的传统 通过写明信片来结交世界各地的朋友 那么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原来他们都有加入一个 名叫Post Crossing的明信片交换网站 这个网站会帮您和志同道合的陌生人 牵线搭桥 不过您只能够通过明信片和别人交流 向Post Crossing网站索取一个地址 寄出一张明信片给从未谋命的对方 同时你也会收到来自世界另一边的明信片 Post Crossing让你通过收发明信片 结交新朋友 这个明信片交换网站 早在2005年 由一个名叫保罗的葡萄牙年轻人创立 保罗很喜欢收集朋友们 从世界各地寄给他的明信片 于是就有了这个点子 把拥有相同爱好的人聚集在这个网站 目前Post Crossing已经拥有 来自全球217个国家或地区的 将近55万名用户 寄出收到了将近3000万张明信片 这些明信片走过的旅途全长 有1490亿公里 足以往返地球和太阳498圈 在全球用户当中 来自本地的明信片发烧友 有2700多人 25岁的林佳慧 是偶然从朋友那里知道这个网站 就看到他介绍这个Post Crossing网站 然后去看了就 好像很有趣 而且我本身自己也是喜欢在旅游的时候 寄明信片给自己 然后写上那时候的旅游心得 回到家收到明信片的时候 再读一下 就可以回顾一下那时候旅游的那种心情 所以就觉得这个可以尝试一下 从第一次收到明信片到现在 将近300张 印有各地风光 写满各国文字的明信片 嘉惠都珍藏着 他也和一些比友成为朋友 还相约见面 就有一次我寄一个明信片 给泰国的一个人 然后我就发现我寄给他的是 他像会收到是第一张 他从那个网站收到的明信片 而且我自己也会写泰文 然后我就写了泰文给他 然后他收到的时候就很惊讶 过后他有一次就说 他要来新加坡玩 他就问我有没有call 可以我们可以见面 然后我就说好啊 我们就见面了 过后我也是有去泰国 就几个月前 然后我们也有一期出去玩 嘉惠说发烧友最喜欢不同国家 具有当地特色的明信片 新加坡特色的明信片就广受欢迎 有一些人就是喜欢看 你国家有什么特色啊 食物啊之类的 然后我就会特别挑选一个 像海南鸡饭啊 或者新加坡辣椒螃蟹的 而寄出的人亲自挑选 书写的明信片 也让收到的人感到诚意满满 写明信片是要亲手写的 还要贴那个邮票 然后你看你的明信片 我也是有时也是会特地 放一些sticker啊 那我弄到好像美一下 然后他们看了就很开心 我自己做的时候也很开心 所以这个跟那个网络方式比起来 比较写email比起来 就比较真诚一点 比较发现实 对 比较珍贵 你收到的时候会比较有价值 对于很多从小就接触 互联网的年轻人来说 亲笔手写明信片 这种现在看起来 已经有一些复古的方式 可以说是显得个性十足 很吸引人 不过呢 对于58岁的明信片发烧友 卢锐明来说呢 再一次提起笔杆 投递一封书信 是对传统的一种回归 我们有寄恨年片 那个时代 大部分都会用恨年片 寄给对方 也很乐意地收到恨年片 但后来就因为电脑化 这个副寄恨年片的那个时代 就慢慢没有了 然后到了2006年 看到一份包张 介绍这个Botor C 那时候我看到就很高兴 又复古了 回去那个寄恨年片的年段 这样就开始注册 注册就开始寄那个明信片 瑞明交换明信片 已经有9年 总共寄出并收到了 4000多张明信片 这在本地的明信片 发烧友当中是第4多 现在他的信箱 每天都会收到 来自世界各地的明信片 下班 第一个要做的就是 赶快继续将开心香 看到有没有收到 来自世界各地的明信片 你会收到一些 特别的国家的明信片 一般上都很难到的 可能有机会去旅游 那就是一个惊喜 有时候你收到明信片 他们放在信封 不只是寄明信片 他会寄一些钱币 有些也寄一些 他们那边的茶带 这什么样东西都有收过 但是真的是很高兴 包括瑞明在内的几位 Post Crossing活跃用户 还从2012年开始 组织本地的明信片发烧友 每年聚会一次互相交流 主要是分享大家各自的明信片 收集的经验 还有所收到的哪一些明信片 有什么一些特别的明信片 也会谈到在哪里买到 比较新的明信片 大家都会分享 所以就是通过这个机会 我们也知道 新加坡某一个角落 有卖特别的明信片 还好我们在2014年 2015年 有一位Post Crossing 有一些美术的天分 他帮我们设计了 特别纪念的 聚会明信片 回归书信的传统 通过明信片这个介质 来结交世界各地的朋友 都知道这样的方式 您是不是愿意试一试呢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 《晨光第一线》 也欢迎您浏览 八频道新闻 及时事节目网站 下载我们的应用程序 我是蒋焕 我们明天再见吧 《晨光第一线》